今天是第一次要來開箱我家 因為很多人都很好奇 我平常在家裡面都在幹嘛 你幫我拿一下鑰匙好不好 來 在這裡 對 我都忘了 酷吧 Let's go 哇 其實那個蠻輕的啦 那剛剛大家已經有看過了嘛 我的房間 浴室還有廚房 然後現在這邊就是我的客廳 我平常都是坐在這邊 然後看電視啊打電動 然後最大的興趣是在這邊拼樂高 對 今天要拼的是 音速小子 然後我已經拼到了這個階段了 反正這個是 這個就是第五包嘛 原來要先去開門下午 不用啦 我手機就可以開門了 來 OKOK 來來來來 一起來拼一下樂高 你怎麼在這 我剛才一直都在這裡 不是 那門在那裡啊 我門在那邊 喔 那房間 借多一下 好 我再走一次 OK 來來來 為什麼要找我助理來 就是因為 一個人拼樂高太慢了 這個大概要三個小時 我現在這個部分就是要加工啦 就是 讓它這個音速小子的擂台 更豐富一點 那我覺得樂高就是這樣 就是你看它是 一個一個的 很小的一個積木 但是你沒有想到說 這一些積木 它的功能 是非常重要 所以你不要小看你自己 慢慢有一些成就感出現 然後你會拼出一些興趣 然後你就會越買越多 然後家裡面就放不下 然後放不下之後你就會想說 再去買更大的房子 這就是一個動力 為什麼要買房子 就是為了要拼樂高 要有更大的空間 放更多的樂高 大概是這個狀況 你不覺得我們現在這樣裝到現在這樣 其實好像有點僵嗎 不會啊 其實拼樂高 其實就是要很專心 然後其實 其實也不用 不用什麼 不用什麼交流 也不用聊天 觀眾這樣看 也會覺得好像很無聊吧 沒有這個樂高的玩家就知道 拼樂高就是要專注 不要分心好嗎 這還是我們放一點音樂好了 放什麼音樂 不是啊 你的音響放在那邊放那麼久了 還不放一點音樂 我們沒有在業配的 這不是音響啦 這不是音響 這是 菲米斯的電子鎖 我們剛開門的時候 很厲害對不對 直接臉部辨識 它還可以有指紋的設定 而且它容量很大 可以有350組 你可以設定350張臉 就如果你有很多朋友 然後你想要讓它來你家 其實也可以這樣設定 或者是指紋 然後它還有一個很厲害的是 遠端就APP 就直接可以開門 所以你看我剛剛坐在這邊 拼樂高我就開門 用手機就可以開門 然後你就可以從這邊進來 很方便 很方便啦 我們繼續拼一下 你看 是不是完全不會很悶 慢慢這樣組合 其實是蠻紓壓的 有它的樂趣在 那你不覺得 組裝到現在這樣 你不覺得現在 氣氛有點僵嗎 你剛不是說不僵嗎 就是 你還沒有體會到它的樂趣嗎 需要一些耐心 對 還有專注力 對 然後邏輯 邏輯推理 那還是我們放一點音樂好了 放什麼音樂 你那個不是音響嗎 這不是音響 我們沒有在業配的 這個是 菲米斯的電子鎖 它可以用臉部辨識 然後指紋也可以 你不用用鑰匙就可以開門 而且重點是 它可以 APP 遠端 我在這邊 啵啵啵啵啵啵 就開門了 我們沒有在業配就跟你講了 所以我們沒有在業配就不用再 我覺得樂高其實它最吸引我的地方 可以讓我們更腳踏實地的去做每一個細節 所以你在拼這個的時候 有腦子裡面會有想其他的事情嗎 其實還好耶 我有時候其實都很專心在拼 也不會特別去多想什麼事情 腦袋稍微放空一點 有時候一直思考 會到一個死胡同 你有時候會卡住 沒有辦法突破盲腸 但是譬如說如果你花一點時間 然後來拼樂高 然後你再回去你的工作崗位的時候 會突然之間你會有非常多的靈感 所以有時候我是用拼樂高 然後來找靈感 那你拼的時候會聽音樂嗎 拼什麼音樂 不是要放一點音樂來聽聽嗎 這不是音響 這是 菲米斯的電子鎖 好嗎 好 對不起我又搞錯了 你又拼掉了 你是很愛聽音樂 看到沒有 完成了 這就是我今天拼的樂高 非常有成就感 對 所以我平常最喜歡做的事情就是拼樂高 所以剛才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有得到一些什麼體育 我覺得拼樂高 事實上你真的是跟自己相處 然後你要靠著自己的力量 去把這個作品給完成 其實別人是幫不了你的 你必須要肯花時間 譬如說你看 你剛在旁邊 反而會擾亂我 所以我還是靠著我自己的力量 因為你有時候幫我拼 那個順序錯了 我自己還要再重新拼一次 所以其實你在旁邊反而沒有幫助 但是我剛剛有講 菲米斯它是不一樣的 它不用靠自己 它會有專業的師傅 道府服務 幫你免費的安裝 然後教你怎麼操作 然後我最喜歡的就是臉部電視 就是有時候真的買很多東西 然後直接站在門口 而且你不用下去 因為它已經自動感應你的臉 就是你不用彎腰 你就是站在那邊 車車就開門了 回到家之後就是 我全身都放鬆了 包括我的擴樂機也放鬆 所以如果那時候你還要拿鑰匙 那有時候是要洗褲子 所以我就可以很快速的 到我的廁所裡面去放鬆自己 然後享受一個人的那種時光 那你在上廁所的時候 你會用這一台放音樂嗎 這一台不是音響 它是